嗨 大家好 我是大匪 旁邊那個是先人 是我們巴打台 在我們到下個星期開始 就正式有三個節目 那你說一下 不如我們逐個節目說吧 不如說一下我為什麼會來這裡 那些等容後講 那我們說一下為什麼先人會來呢 因為我們本身想做巴打台 想做一些非政治的節目 那我逢星期四 通常來說就有網聚和做直播的 那先人和榮少有班粉絲 原來都有看我們做節目 就常常逢星期四就上來吃飯 做制衣的 那有一天突然跟我說 喂 你知不知道誰叫先人 那我先人我當然知道 那他說 他沒有在隔離台做了 那你反正都找節目主持 不如你去邀請先人談談 那我說他在哪裡啊 他做哪一行啊 他就做什麼什麼行啊 不知道你有沒有說 那他說他在大國際 那他給了一個地址我 給了一個地址我呢 我就說了之後 第二天我就下去 那先人就做服務性行業的 那我就鬼鬼祟祟祟在門口走了兩轉 然後呢就走進去 我就是留意 咦 為什麼要走來走去呢 那我走進去 那我就叫先人幫忙啦 服務我這個肥佬啦 那服務緊的時候呢 差不多服務完的時候我就說 你不要說服務那麼難聽啊 你以為我做什麼啊 做法事 哈哈哈哈 做法事 那我就跟先人說 其實呢 我都是做網台的 那我知道呢 你剛剛就在那邊離開了 那我說 我想邀請先人你過來做節目 那先人說要想一想 那就說一會兒回覆我 那可能他有很多考慮啦 跟著他就要跟那些拍檔商量一下啦 嗯 那跟著呢 我其實就在全班就hold了一個地方呢 就兩千二百尺的 我說如果先人你來 我就租低那裡 那我裝修 那開始做啦 那先人說還沒得 那終於就錯過了那個地方 就說有屈質一點在我們現在做先 嗯 那看一下之後的發展啦 那我就看到先人爲什麽不回覆我的呢 那問過他他又不回覆我的呢 那終於又滴起心肝又再去大國 再找他一次 又找一次 他説我做的我做的 那我們在安排著 跟著呢就上來我們巴打台 那就談了很多細節 那他說我們一定要做直播的 就是不像你們啦 就是我們就 就是生的不英俊 啊就沒有了 那麽高大英俊 那就沒有辦法了 就唯有 啊 那就只是出張照片啦 那但是他們呢就做開直播 比如想有Skype 有聽電話 也都想有討論區 那Facebook和YouTube直播 那我們說 我們因爲從來都沒有做得那麽複雜 那些簡單的台 是 那你拍下先人那麽說 那你就找了Albert 就幫我們做剪片 還有做這個片頭 嗯 那終於今天 那麽萬事俱備 那先人就 那麽 真的有一個 那一個人在 那麽 那一段 那我們的相識 經過和做 就不牽涉任何 網台的恩怨情仇 沒有的 沒有的 雖然我們現在那個畫面 應該都是復仇者聯盟 那由他自己講 哦 我覺得這張照片好看而已 其實你知不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久都不回答你呢 你知道在另一個台不做的了 其實我已經怕了 我2004年已經聽網台了 就像我一樣 聽了幾年 那我又見到一些台來來合合 自己又做了幾年了 跟著那些是非我真是怕毀了 我是又要綜合了 那有幫粉絲說 不如你開麥克風 那我說真的很累 那你來找我 那我說大匪來找我 那怎麼樣 跟他們商量 就是我不喜歡下巴輕輕 我答應了大匪 做幾集 我不玩了 就是你不要搞到別人 所以我喜歡找一幫志同道合的 那些主持是OK的 你想幾個節目出來先 如果真的可以做下去呢 那我先答應你 免得一會兒 你可能沒有所謂 但我不行了 我不習慣這樣 不是的 因為我自己做網台都是 就半途出家 那只不過臭高興 那開始就因為有些健康食品要做 那想借個網台做推廣 那我們簡單一些的 因為我不會說人事複雜的 總之這裏就是我 加我們台長加Albert 那三個人就決定了 那我其實基本上都不在這裏 因為我就是偷偷政績 那晚上自己揹上兩個節目都其實很辛苦 那通常來講我們現在做節目的那些 全部都是聯絡他們兩個 然後拍了你要求做什麼 然後他就安排了就不斷播了 其實觀眾大肥真的很合作 我說我想有個討論區 我想有個check room 大肥說可以 我找IT那個人幫你思考 我說我習慣做直播 我不習慣只會出聲 他又可以 你可不可以找人幫我剪片 他又可以 他什麼都說可以 我又怕怕的 大肥 你好像有這麼多要求 你去做節目 不是 因為其實我們半桶水 我們只不過做一個 好像收音機電台那樣的服務 但是因為我們本身沒有做過 剛才我先人來 我也跟先人說了 我說可能你帶了一些 我們不懂得做的東西 我們想怎樣做 可能再做得多一些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想 都是這樣可以的 其實我都知道不行的 因為我們做節目就是 講我自己的那些東西 很多人做節目 他們雖然很多稿 很認真 其實我們這裡都淘汰了很多節目 連隔壁台 我們另外一個台叫《星期二得道》 淘汰了很多節目 因為有些人真的上來吹水 擺在那裡 因為我們做節目有居馬費的 有些人上來說幾句 拿了居馬費走 當分兼職 但實際他講話 原來他不知道自己講什麼的 原來是 說了什麼都不知道 說了十集都不知道他自己講什麼 是 這樣就糟了 我就是不想這樣 要麼不做 要麼做好一些 是的 我就說 譬如現在好像我們 去一些節目留下來的那些 全部都是有準備的 他們本身是有資料來源 好像《琴國生還者》 《芒韓編輯報》 譬如好像這邊的《軍武器賢》 《芒韓編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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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不到那兩個哥哥仔拍拖的 千萬不要找《芒韓編輯報》看 我告訴你 我做過電影的 我去看電影的 我不是看電影的 我去看那些燈子 那些燈子 這裡穿崩 黑旗板進來了 那條威也穿崩 那裡無端的道具 看這些 《芒韓編輯報》 譬如現在在拍攝那些電腦 或者電腦 我們根本上是一邊做一邊摸的 可能你們已經做了幾年 都是用這個模式來做 可能你們的看法 和你們做的做法 是好過我們很多的 我們都在你身上吸收到一些東西 磨合一下 是啊 是不是 其實我喜歡聽的那些節目 是你們講自己的那些東西 我不是那麼喜歡看稿 你說回自己的那些真實 是不是 是啊 但是我都在討論區 經常被人罵的 又做過生意 失敗過三次 又破了產 又拿中環 又住過劏房 接著現在又做建築 自己又重建一部 又做生意 突然間做網台 以前曾經在大陸做走私 上課 又買過鹹鐵 不要說走私這麼難聽 沒有納稅 就是幫人 不是我 那我自己本身就 就是介紹多次 我自己本身以前買過鹹鐵 做過翻版 那我都抓了 我得罪有應得 你那時候的醬油碟很好賣的 很好賣的 不是我做批發的 嘩 還好賣 那時候信我 信我和傳風中心那些 都是我交的 那我抓了 你還了 我還了 那雖然不用坐牢 但是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那個家庭 是 因為那時候 因為這些事和前妻 很多爭拗 那終於分開了 那自己不相信了 那重新來過 你當然不要告訴我 你買鹹碟 你說買醬油碟 就算了 醬油碟 它不知道是什麼 哈哈 你說醬油碟 我賣 這麼好賣 這麼貴 我都不 譬如我做節目 我都沒有隱瞞 但是就是 有些人拿著一些東西 都會罵我 我罵我 我都說 生意失敗 破產 天經地義 網絡世界 不用這麼認真 那我說 你罵你繼續罵 我其實經歷得太多 我真的沒有 譬如做網台 嘗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 另外一個發展空間 我們不是要做網台太坑 而是想說 最多一班人想做 做一些 有準備的節目 是有質素的 聽眾想聽的節目 還有說回自己真實的事情 因為我們 先人可能沒有聽過 我們所有的節目 我們都說 有一句說話 我們做 最重要 我們做我們自己相信的事情 我們不會做 我們不相信的事情 我們不做 你說其實我做那個節目 我經歷很多事情 才說什麼 我不是相信 不如我們講的 我們講真話 這件事是對的 我就告訴你 如果我自己都覺得過不了 我不會做 我不會講 是 不如做網台 真的不用你這麼多 你什麼都有人罵 我知道 我自動見到你就是了 我自動見到你就是了 大哥我被人罵先 還有人家 人家還要說我先瞭者賤的 可以 聽到黑白都很重要 我認識了你之後 相處了 見過幾次面 兩個月 其實我重溫了 你們的節目有一大片的 還有 看到其他人對你們的反應 還有一些網友 是同一堆網友的 我也說了 今天看到Carmen姐 真人和相鏡 年輕了十年 為什麼 不是吧 可能燈光要搞 是啊 真的 為什麼 放心 我做Lighting的 我搞好一點燈光 沒有理由 這麼年輕 為什麼突然 就是這樣 成熟了這麼多 成熟了很多 沒有理由的 我就說 那些什麼肝寶 什麼寶 什麼寶 那些可以投資一點 多謝你 不要 福爾馬林 就不能喝 那些什麼寶 那些 那些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 如果 食敏迪 因為有高的EGGC 就是綠茶素 是可以令到人 白一點 和抗氧化 年輕化一點 其實我們不用介意 台上有這些東西賣 是不是 我 其中一個operator 我初初見他 為什麼你說 我不會挑戰你 因為我見 你有其中一個operator 我初初認識他的時候 他是很威風 吃麵都一塊塊 整麵紅色 一塊塊 一塊塊 牛皮鮮 類似那些皮 你可不可以 我認識他的 然後我見到 他說 你那次打給我 我說上來談 我上來想 就是踩場 看看你的環境 我上來 怎麼都不一樣的 然後你說 我就聽 因為就是吃了一些 我們的健康產品 現在濕疹和牛皮鮮好了 其實原來 他的頭髮 這裡空了 就是牛皮鮮影響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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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看到他的樣子 你連頭髮也多了 而且沒有那麼黏 我們都希望做一些 沒有副作用的事情 多謝你 因為我答應了先人 我說我 過台會賣東西的 但是我就不會放到這裡 淋淋沖沖 最多片 就插15秒 後面15秒 我自己買廣告 就不會叫先人他們幫忙的 因為我覺得 做節目做一個好的節目 我自己放廣告下去 OK 但是我就不想 影響 影響人家 影響流程 完全沒有 說你上來做事幫我賣藥 沒有這些 完全沒有 那些不是藥 是健康產品 還有還有一件事 包括星期二得道 到現在超過20個節目 我都沒有叫過一個主持 幫我做過這件事 全部都是我自己 認為自己努力一點 其實我也多謝大匪給我一個平台 都不是的 多謝你給我一個平台的發聲 因為你沒有我 你是發光發熱的 其實做網台有個老前輩跟我講過 是 他說如果你是可以的話 你去哪裏你都自然可以的 你是不需要有個台的 你只要有幾個人站在那裡 譬如你回家 拿著一部機 最成功的就是蕭若元 譬如你和詠少做了準備 就這樣錄 可能聲音收得差些 或者沒有片剪 但是你說那些東西吸引人 你就自然可以 有些人 他做了 因為我曾經認識過節目主持 做了三年 不停每一個星期都做 是很厲害的 所有的 他說的東西全部尿如之章 但是好像他背書那樣 到現在做的節目 都不過兩百view 是三年不停地做 換句話 從頭到尾都沒有做過一個客 就是他沒有觀眾緣 第一 如果有觀眾緣 不會這樣的 第二 可能他說話真的很平淡 是啊 說話好像背書那樣 是 不看 那你走了之後 然後又流水業 然後你不小心又有一個人 進來 他都留不下來 是 那做網台就是一件這樣的事 譬如我看到你們前面有個台 有個節目主持 我都認識他的 專門說一些客家的事情 我真的認識他 他比較火爆些 他自己說 其實我認識他 真人他就不是 但是 我也看到他做了幾年了 但是你說過五百view都很困難 其實我不明白 但是後來就說 如果你是可以的 你自然就可以了 你不行 怎樣下多少功夫 都是不行 就是你初初可能你不熟 可能你不會架輕就算 初初不可能一速而就 那你做一下你是可以的 自然可以 自然會引到那幫觀眾來的 是啊 你說的是真實 他相信你他就會留在那裡 是啊 你躺一下躺一下就會上 是啊 你說回那個主持 我們是同一個team 那個拿著拳頭那個 拿著拳頭那個組織 我們是同一個team 說起來真的是緣份 是啊 我曾經是那個拳頭的支持者 我都沒有碰過他 為什麼 因為我星期一 我星期二四 是啊 二四嘛 所以永遠都撞不到 我是星期一的 是啊 是啊 你那些出場嘉賓進來什麼 這個啊 這一節差不多了 哇 還有一段時間 那我和你可以的 是啊 就是我和你可以的 真的 男人當然是說可以的 男人不會說不行的 因為我自己有時候做節目一個人 一支咪在那裏做 都做一個多小時的 你真厲害 試過有一個 有個多月時間 每一天講一個多小時 一個人 我就倒轉 我呢就是 無論你什麼嘉賓 又來啞都好 我都叫開你幫我講幾節 是啊 是啊 因為沒有辦法 因為那時候我是在推 因為我答應了 有三個客戶 是 他們就肯贊助我 和錄廣告 嗯 那我就每一 我答應了他 每一個月我要有六十萬Mil 哦 一個台 這個台那時候還沒有 是 六十萬Mil 那就不夠 那唯有一個星期五天 嗯 每一天都做 這樣就估到七十幾萬 嗯 連續兩個月到第三個月 我在想 即使今個月我估得到 是 三個月答應了達了標 人家在那給錢下廣告 我第四個月 我都不擔保我做得到 堅持 很難堅持 不是 因為我已經做到 我沒有了一把聲 是 簡直說的是 喂 大肥 今天大肥漢天啊 是簡直那個人都聽不到 是 就是收音都收到這樣 一個星期有 講八個小時 都不行啦 那些人會體驗的 你都要break的 整體的view是高了的 但是我後來我說 既然我答應了人 那我做到了 但是我都跟他們 有個人問我 喂 怎樣啊 那我都說了 我再想一想 因為你在那裡賣廣告 我說明我一定是 要做到六十萬秒的 但是原來 如果我 如果我不 我這樣谷法 我沒有辦法有第四個月 第五個月 因為都是我自己敢做 那就加 加 Tony Choi 和 Johnny Ford 他們幫忙 那我就覺得 即使我哄了你下來 是 給了錢給我 是 榮少爺的粉絲 是 就跟他在年宵 一起擺檔的 是 那幾個 就特地上來跟我說 喂 先仁他們 不做 我給地址 你下去找過去 那我就下去找你了 我就奇怪 有人知道我在哪裏做 好彩 好彩是粉絲 不是趁家 但是我覺得 最不好意思的 我一說我做網台 你的 童屋主 童屋主 就立刻 這樣喔 立刻 嘩 嘩 嘩 看著我 先仁就很聰明 我們出去外面談 談完再回來的時候 那個童屋主又 不斷看著 真的這樣 難得你脫身 你又來 然後 我就 剛才我問了這個問題 上次我第一次見到先仁 我問這個問題 其實你的童屋主 是不是不喜歡你做網台的 因為我自己的太太 就非常不喜歡我做網台 總之一講做網台 可不可以不做呢 我說不是 就是答應了做 因為不只是我做的 還有很多人一起做 如果我 就是我 雖然我負責 出製作費 那如果我不做就散了 就是有一幫人 有二十多人 是有心在那裏 就是不要說賺錢 就是有個興趣在這裏做的 那如果我不做就沒有了 有些人做上癮的 真的會 那好像強國生還者MJ那樣 他本身就要上《殘酷一丁》 拍一下《喬寶寶》出鬍子的 那他就表演力是強的 他很想 但是為什麼不出樣子呢 因為他另外兩個不出樣子 哦 那他都說了 那現在他就辭了一份工 那他就去加拿大 那我回來呢 我們再談一下 不如合作做 因為他呢 就是對娛樂圈 對很多的事情呢 因為他年輕三十多歲就 有很多認識的 還有講話很流利 那就想找他再談一下 但是都說了 你們就沒有什麼包袱了 就是我有時候很多主持的 有些是做NGO的 是 那專門有錢人心口 就幫他們消這些稅的 那有些呢 就是 在中國呢 一年有三百天在中國大陸做生意的 是 那你真是慘的 做生意 他真是不行的 那另外有些節目 那些老闆基本上就是大陸人來的 做金融的 是 已經經常問你了 喂 你是不是人家外面說那個那個是誰 不是不是 那聲音很像 不是不是 快要經過聲音 要經過處理 哈哈 那你就說呢 其實 對我來講 出不出樣子 無所謂 因為我有些節目我都會出樣子 是 那 隨緣 但是 有些人呢 即使他想做節目都 他都是有個壓力在那裡 所以你們就好了 就是你們是沒有包袱 我沒有的 喜歡講什麼做什麼 是啊 我都奉勸那些 經常唱我的那些人 如果我反過來我唱你 你這就麻煩了 我割出去 沒有所謂 是吧 你要記住你自己有身份的 知不知道 哈哈 有什麼身份 唱我的那些人 你自己有身份的 有些專業人士 如果我反過來我唱你 你就不會很過癮 你唱到我搞散到家裡 我多謝你 我從我自由 哈哈 你這樣說 你真是 你千萬不要找些東西玩了 告訴你 是啊 這樣我們的組合 我希望 阿仙人有機會 請我做嘉賓 好啊 尤其是因為我 對歷史很有 因為我中學都會考 我都是考歷史的 托賴 那時候我們年輕人是師 有個糧 但是我自己不聰明 我自己平時都不停去買一些歷史書看的 好像現在近期 就迷上了幾本歷史書 就是講日本人 寫中國歷史和歐洲歷史 就用日本人 說世界史是要從蒙古帝國開始 因為蒙古帝國就打通了中西方 兩邊的通道真正的 然後整個世界史觀是從這一刻開始 那我就 就是我很喜歡看書 就買賣賣賣 再加上我們台長 Alex 他也是一個歷史迷來的 他又買很多歷史書 我們前面這裏 底下都有三本是講世界歷史 是的 他又很迷這些的 但是我當然不如他 但是就變成了我就想多些 因為講中國的歷史是太多了 我自己經常聽袁恒飛 就是我是他的粉絲 袁恒飛 你只是講那個朝代也跟著你講 是 但是我們中國人講歷史 是用大中國的 就是現在的大中國的主觀去講 因為廖國 就是大廖 都沒有了 是沒有了 但是他是在宋朝之前的 宋朝之前 是 是 這一節原來講得太開心 是 是 是 遲些我會有機會 就和大廢又在一起做節目 好了 那今天我拜拜 好了 這一節大廢又要攻城心 是 因為今天我太太不舒服 是 為了迎接先人我就等一等 是 是 多謝 好 再見 拜拜